今天早上有一些地方 已经在下雨了 长期状况赶快把时间交给淑丽 好的 主要是受到低压的影响 那么逆时针旋转吹的 都是偏北风 因此当然了也把 北边的水汽给带进来 那么再加上您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条雨带 就在桃园以北 那么因此现在雨下的 最大的就是桃园 桃园像现在累积雨量 在观音已经累积了31毫米 那么桃园市的话 也有28毫米 目前就是桃园市区 下最大食雨量 也就是28毫米 另外中壢这边的话 则是有18毫米 基隆北海岸也是受到影响 那么像瑞芳现在也有4毫米 这样的一个食雨量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 尤其现在又是呢 在上班上课的时候 那么如果呢 这个雨时太大 大家要乘搭车 要开车 真的都要多注意 整体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云图 我们就带大家愉快来看了 首先呢 我们刚刚所谈的第一 就是呢 在台湾北部北边的这个低压 那么呢 这个低压今天呢 就是影响了整个台湾的天气 因为风场吹的 都是偏北风 可是除了桃园 以北受到影响之外 您可以看到 其他地方晴朗的不得了 我们从可见光的卫星云图 您就可以看到 目前就是桃园以北这边呢 刚好呢 有云 有在下雨 那么其他地方啊 干净啊 都是非常晴朗 完全几乎也没有什么云的天气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咯 因为今天还是会有 午后雷震雨的 我们从雨区预报当中呢 就要来看 今天的雨会怎么下 白天这段时间呢 当然分雨分作两个部分 一个是低压的影响 主要是以北部跟东北部为主 那么再来呢 午后雷震雨 今天就是呢 在中南部的山区跟近山区 尤其今天大雷雨的热区 还是一样 在这个云加以南的部分 今天还是会有大雷雨的现象 那么至于呢 在这个晚上 您可以看到 午后雷震雨下的雨啊 是缓和停歇 但是呢 受到低压水气的影响 所以呢 包括了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会有这种短暂雨 或者是短暂震雨哦 那么至于呢 温度的部分 今天不下雨 还是稍微比较热一些 我们来看看了 就今天各地的高温区间 各个区域的高温区间 北部地区呢 今天呢 高温区间是在31到33度 中部地区的话呢 是在32到33度之间 那么南部地区比较热一点了 32到34度 东半部 今天呢 天气比较稳定 尤其在花莲跟台东 今天呢 还是会有32到33度 因此最后 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咯 就今天呢 天气不稳定 闪都还是要带的 那么呢 尤其是呢 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午后塞包 甚至大雷雨 尤其嘉义到台南 甚至高平地区 要特别小心 早晚现在开始 有一点偏凉了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温差的变化 时间再交给江如咯